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之前在講太陽光電模組的時候 除了這個太陽能電池 前後有 UVA 前面有玻璃 後面有背面的板 但是它現在把前後的板子 都是用玻璃來當作保護的一個結構 基本上玻璃是能夠透光的 也就是說 BIPV 基本上 顧名思印會跟建築物融層一體的一種設計 在我們上一節所講的光電模組 因為我們的背面層沒有用透光的材料 所以適用在屋頂或其他的地方 如果今天用到建材的部分 或者像我們的門窗或者外牆等等 我們需要有光的進來的這種設計的話 那 BIPV 是一個可以來取代 我們的一般建材的一個選項 好 下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使用的範圍是 只要你是建築物的表面 都可以利用 BIPV 來做取代既有的建材 比如說我可以這個牆壁 或者屋頂 或者是我的遮雨盆 或者是我的一些遮陽板等等 這都是屬於建築物的一個可以提供表面積的地方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它就利用這樣的一個跟建材融層一體的這種概念 然後既可以當作建材 也可以當作這個發電的一個系統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才看到這個有在牆壁上 有在屋頂上 在這個遮陽板上面都有不同的設計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 如果我今天 我今天在這個 用玻璃當作我們是門窗的這樣的一個建材 如果我今天的這個玻璃或門窗 就使用這個BIPV的這樣的一個材料 就是裡面有太陽電池的一個材料 那這樣子除了我可以光照射的時候 我可以讓光經過太陽電池產生電 那可以供應我的建築物裡面的照明啊 空調啊 或者一些這個需要加熱 或者一些相關設備所需要的電力 此外呢 它也可以像我們在台灣夏天的時候 這個溫度 室外溫度是較高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室外溫度如果直接照到這個玻璃或屋頂的時候 你有可能會造成整個建築物的溫度會增加 那所以你需要的冷氣呢 就一直要維持這個25度C 這樣的環境的話會增加耗電 所以BIPV不僅能夠提供發電的設施 也可以讓我的這個建築物的表面的溫度 能夠被擋住 那所以這有點像什麼 各位的比如說有搭過汽車或自己有汽車的一個家庭的話 它的汽車的這個玻璃呢 都會塗都會貼上一層這個所謂的這個防熱格熱紙 那這個味道是一樣的 只不過隔熱紙它沒辦法發電 那BIPV呢 它不僅可以阻隔這些熱 但是呢 而且它也可以將這光產生電 所以這是這個BIPV的一個情形 另外呢 它也可以將我的建築 因為它有多元的選擇 它可以讓建築的這個美化建築物 也是可以達到這樣的功效 如果能夠融合這個建築設計的概念 然後你可以達到這個美化 可以達到這個發電 可以達到這個節能減碳的種種功能性 所以BIPV可能是未來建材 未來你可能在新的建築物裡面 常會看到的這樣的一個設計 下來 那為了你要裝到這個屋頂上面 那所以呢 它必須有一些的設計 這只是一個示意圖 就是說我要取代我的屋頂 那我屋頂原先呢 可能有水泥啊 可能有一些磚瓦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由這些BIPV 跟它附屬的一些結構 支撐的結構 來取代原來的這個屋頂 或窗戶等等的一個結構 比如像我們屋頂 可能要有一些水泥、鋼筋等等 對不對 構成我的屋頂 或者一些磚瓦等等 那現在呢 我除了這個BIPV 太陽電池模組以外 那我必須要支撐了一些結構 那就是這個構成這個BIPV 這樣的一個建築物的情況 那是讓同學參考一下而已 那這就是利用這樣的一個BIPV 用置在這個屋頂上面 那這個就讓同學看到什麼 你可以讓你的屋頂的基本上是不透光 因為你是有水泥、鋼筋、擋住 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你的屋頂上面加裝了BIPV 那你就有點像什麼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視野、天空 對不對 你晚上在那邊可以看到星星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 讓你的整個建築的一個設計呢 更接近你所要看到的大自然 而不只是一個水泥、叢林一樣 那這個就是你有這樣的一個設計 那而且呢 可以利用它的表面積呢 建築物的表面積來做發電的一個效益 但是當然這個如果跟我們原先要製作這個 我們這個建築物的牆壁 或者是屋頂的一些成本來相較之下的話 如果用BIPV 或許可以等到你的太陽電池的成本穩定以後 或是太陽電池的價格更趨更便宜的時候 我想在這個趨勢之下的話 那它的建築成本呢 可以比你傳統的建築所使用的材料來得便宜 有這個趨勢 好下來 這個是在這個藝術中心它的這個 進修中心它的一個屋頂 它是一個木造的一個結構 它把木造結構的這個屋頂呢 用這個BIPV這樣的當作它的屋頂 所以它可以用天然建材結合成為這個屋頂的主要建材 那所以你可以有非常天然的 又有光線又可以發電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結合 好下來 那這個是利用我們外牆 那外牆當然 當然這個外牆呢 因為如果說這建築物 它是很高聳在某一個區域的話 那當然四面八方可能 可能它的這個受到這個其他遮音的情形 可能就沒那麼嚴重 那這外牆就可以考慮它的這個利用BIPV這種建材 那當然因為它的牆 比如說我們如果是坐藍朝北或坐北朝藍 那如果有一面呢 可能或者這個東面或西面 有可能只有在某個時間有太陽照射 太陽光照射 但是呢 縱然是這樣子 那它還是可以不僅讓這個建築物 能夠產生額外的電 而且呢 它也能夠讓這建築的設計更獨特 更美觀 所以這個是這個 利用這個BIPV呢 這個可能會未來取代你的窗戶 你窗戶的建材 那就可以達到 也可以達到這個 這個 自己能夠有這個 自己自主的 或者可以甚至可以供應給外界 跟試鏈並聯 如果你的建築物夠大的話 你的表面積夠大的話 那這個是很可觀的 很可觀的一個發電的一個容量 那剛才提到是屋頂 那另外有遮陽板的話 遮陽板基本上的結構就不需要那麼複雜 它就是一個鋼架 然後襯托著拖住你的BIPV這樣的一個建材 這樣建材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你的遮陽板 遮陽板 那遮陽板基本上就是 在一般的建築物裡面 可以遮陽 可以遮雨等等這樣的一個設計 那這遮陽板呢 也可以結合這個BIPV呢 達到這個發電的效果 發電的效果 那這個 而且呢它視覺上呢 感覺上也跟建築物是有一體的情形 好下來 那麼 有些建築物呢 為了要讓你的這個 你的走廊呢 是可以非常讓這個有 可以遮雨等等的 所以它會有一個 一個雨批的這樣的設計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面積 如果你的建築物夠大的話 那這個也是可以放置這個BIPV的這樣的一個設計進去 那 所以 因為它跟我們的建築結構比較相較之下 那這個雨批的這個施工是比較簡單的 比較簡單的 因為相較於你在 對 相較於施工在屋頂或者是牆壁 或者是門窗等等 這是要很講究的 很講究的 好下來 那麼 如果你今天 把你的建築物的這個條件 跟你對於你的能量的需求的一個需求 的一個整體的規劃的話 那有可能你的整個建築物的外牆外表 外表都可以用BIPV這樣的一個建材 然後達到發電、美觀 然後也可以隔熱等等的種種的效益 那這個是未來的趨勢 未來你可以看到一個很現代化的建築物 那也可以這個看起來這個 你可以產生這個 這個 這個 額外的一個利用太陽的光 產生電的一個額外的一個設施 而不需要就是說直接 像我們現在 現在一般的太陽電子都是 所謂烏瓦型的就是什麼 直接掛在屋頂上面 掛在屋頂上面 你有可能看起來就沒那麼美觀 沒那麼美觀 那現在就是直接把太陽電子 放在這個兩片玻璃之間 那這樣的話 它不僅可以當作門窗的材料 甚至可以當作屋頂或者牆壁的材料 那可以在建築的設計上 更能夠多樣 更能夠可以取代傳統的建材 好下來 所以這是未來這個趨勢 未來這個BIPV 如果你今天太陽電子的市場 能夠價格能夠更便宜 更能夠效益更好 那在整個 尤其你的一個環境的需求之下 那在會促成你未來整個建築物 使用BIPV的這個 這個蜂巢是越來越甚 越來越多 這個就是可預期到了 好下來 我們剛剛提到 從上個禮拜 太陽電子 到上個結構提到太陽光電模組 到現在就提到 利用這個模組跟這個透明的玻璃 合成的BIPV的設計 那這個模組之間 我們談完了 那我們再進到這個發電的系統 光電的系統 這光電系統基本上呢 這個到底有哪些的類型 它到底能夠有什麼樣的功用 這個都是在這個 你從電池一直到模組 到系統的過程當中呢 你可能會有一些好奇想知道 到底有哪些的這個情形 那當然基本上來講 這些我們基本上 這個太陽能的光電系統 基本上你可以自己自給自足 或者你可能需要 如果過多的電 你需要賣給台電 或者你電少的時候 你需要台電來供應 來補足你不足的地方 比如說你今天你的住家 或者我們的平和大的一個教室 或者是圖書館 對不對 我們如果加裝了太陽能電池 或光電模組上去 那這個地方可能在太陽大的時候 那可能我們可以去 可以收到不錯的這個 這個續存的電跟直接使用的電 但是如果下雨天 沒有太陽的時間 那你可能就需要用試電來補足這些的 用電的需求 所以你可以獨立的 你也可以跟試電並聯的 你有可能跟整個兩個核在一起 叫混合的 所以基本上大概有所謂的 並聯 獨立 跟混合 這三種類型 這三種類型 基本上都依照你的需求來決定 沒有說哪個形式是最好的 或者哪個形式是不好 而是依照你的需求 依照你的條件 安裝的條件來抉擇 抉擇 好下來 那並聯型的這個太陽光能發電系統 基本上呢 它是跟試電並聯 什麼叫試電 就是我們現在各位你所看到的 用的燈 投影機 所用的電就是由試電並聯 那試電並聯怎麼來的 就是我們有所謂的 從發電廠送出來的高壓電 對不對 然後到這個 一些這個 一個便電所裡面 這樣把這高壓的電 轉成110的 然後再送到這個 我們的所使用的這個用戶端 那這整個就是一個試電的一個網 網路 就是進行試電的網路 那平常的時候你用電的時候 當開關打開你就有電 包括燈光 包括冷氣等等 那麼 以試電並聯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系統裡面 是用太陽的光所展現的電 那我也可以賣給台電 我可以賣給台電 那我也可以自己來使用 所以這個使用跟並聯聯的時候 所以當我在發電的時候 我一直往台電的試電網路一直送過去 那把試電當做一個很大的一個蓄電池 意思是這樣就是說 我發的電一直往台電的試電的電網一直送 那台電就根據你的發電情形 來付給你多少錢 付給你這個你發電的一個費用 那這第一個就是這個它跟試電並聯 那所以當你不足的電的時候 比如說像冰天的時候 你需要試電的提供給你 那你發的電的電量 然後加上試電所補足的電 提供你這個建築物適當的一個運作 適當的運作 那這地方就是它的示意圖 這個左邊那個方塊 就是太陽能的模組所發出來的電 那麼它可能經過交直流的轉換以後 到達我的一個負載 可能是提供給這個試電 那有可能進到我們的屋子裡面的用電 那也可能去把它儲存起來 儲存起來 但是呢 但是這個並聯的系統呢 當我們試電跳電 比如說颱風來了 試電跳電 或者變電器燒掉了 這時候你的整個太陽能的發電 也要隨著關起來 為什麼 因為你的電池的電 你可能會送到 經過這個網路 這個電路 送到這個 一般的這個蘇配電的這個電線上 那如果今天有這個工人在搶修的話 你有可能這個電 會回送到這個地方 會造成這個公安的事故 所以這個並聯系統呢 基本上 你雖然你可以跟試電並聯 但是在這個停電的時候 同時要切掉你的這個使用的狀況 這是並聯型的 並聯型的這個發電系統的 有利跟有幣的情況 有利就是說 你在發電的過程當中呢 我一直送電 那台電就照單全收 那我也可以攻擊我部分的所需要的 如果你可以過多的使用的話 那但是呢 在停電的時候 你要切掉你的這個 太陽能本身發電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蓄電的這個這個情況 那怕的是有這個電位 可以回傳到你的這個視電的這個網路 我們看一下 那這是我們看到這個 你在你自己的屋子上面 架設太陽能光電的模組 太陽能光電的模組呢 經過這光的照射 將光產生電 那這電呢 會經過一些像這個 比如說這個 我們剛剛說講這個 這個應該是什麼 這應該是有配電 配電盤啊 還有這個 加換 直流交流 直流交流的這個轉換的設備 那你可以直接經過配電 送到你的這個 這個跟視電並聯的這個 這個網路裡面去 也可以經過呢 逆送的這個過程 將這個電的 用到我們的家電的用品 所需要的電 那這是大概他整個示意圖 那所以他的好處就是 並聯型的 他的這個系統簡單 那另外就是他的 那邊安全係數就是說 這個可能需要你 在設計過程當中 需要一些安全的設計 或者一些設計的一些 系數的一些給予 那另外就是這個 基本上來講 他有這個功能性就是說 他可以跟視電並聯 所以基本上這個並聯型的發電系統 是現在的這個太陽光能發電系統裡面 最主流的一種形式 一種主流的形式 這大概就是這個 目前這個 並聯型的太陽光能發電系統的一個狀況 這次大概他類似像這樣的一個設計 他也可以自己 也可以跟視電並聯 像太陽能屋這種設計 那下面 那這是這個我們的高雄的市運會的 這個獨場館的這個屋頂 有鋪設這個太陽能這個光電的模組 那形成一個太陽光能的發電系統 整個這個市運廠裡面就是一個發電廠 就是這個發電廠 利用光來發電的發電廠 那我們這邊有個短片我們看一下 高雄市運的這個獨場館的這個設計 結合這個太陽光電模組的 形成一個光能的發電系統 那他跟視電並聯 那可以去叫做電賣給台電 那他自己也可以用他需要的時候 可以當自己有必要的一個用電的一個來源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們所講的這個變聯型 那獨立型的就是說 他就是自覺於自己就自己發電 自己給自己用 他就不跟台電去做這個販售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他太陽光照到他的這個太陽能板 然後可能在白天的時候 可能用的沒那麼多就存在的電池 續電池上面 晚上的時候再把這個電 再有續電池再供應給像照明的設備 或是一個加熱的設備 那這個比較用在這個 我們一般的所謂的四電無法到達的地方 比如說高山 偏遠地區 離島 這個都是適用在這個 因為他沒有四電可以過去 所以他也無法把它的電賣給四電 所以他是一個獨立的一個發電的系統 發電的系統 所以比較偏向於在這個離島 或是偏遠或高山 四電沒辦法到的一個鄉鎮或是這個城市等等 那當然這個基本上大概就是自己自主的一個系統 那這邊可以看到就是 這邊從太陽能板過來以後 他的一個發電 可能一方面可能是用在我們的 現在所使用的情形 那如果今天這個過多的電 再續存在我的電池上面 所以就像剛才所講的 就是你沒有這個四電的公路 供應這個電流電量給你 那你也無法藉由這個通路 把電回收給四電 所以基本上他是形成一個獨立的一個發電系統 那這個就是一個類似這樣的一個設計 就是一個獨立的一個系統 那他接收這個太陽光轉成電 然後存在我的電池 或者是供應給周遭的所需要的一個 所需要的一些用電的情況 那這是在我們平哥大的一個 應該是在德哉了 那上面也有太陽能模組 那這個因為我們沒有跟四電並聯 所以你還是用在我們的學生的一些 宿舍的一些照明 或者一些風扇 甚至其他需要用電的情形 這個就是更典型的 比如說玉山這個氣象觀測站 那他在白天的時候 可能這個所需的電量不需要那麼多 所以他就是可以 可以將多餘的電 續存在電池 那等到晚上 可能需要照明 可能需要熱水 可能需要一些的用電的時候 再供應給氣象戰所需要的一些電力 這是很典型的獨立型的一個發電系統 所以剛剛看到一個病聯跟獨立 那麼另外就是混合型 混合基本上就把獨立跟病聯把它合在一起 它在正常情況之下 它就像病聯型的發電系統一樣 它發電就賣給台電 賣給台電 那或者他自己使用 但是如果一斷電的時候 斷電的時候 對不對 他就自己本身有發電的設備 比如說發電機 他就可以提供給這個 他自己本身所需要 那這個就是有些地方 像醫院 或者有些生產線 他不允許瞬間或斷電 他需要你的製程 或你的比如說手術開刀 開到一半突然停電了 那這整個就產生生命的危險 所以有些場所是不允許斷電的 這時候 他又要有這個太陽光電的 太陽光能發電系統 那麼他可以利用 結合他的這個病聯的效果 跟獨立發電的這個效果 合起來就是我們所謂的混合性的發電系統 那這地方有特別是一個輔助的發電機 那就像這個醫院跟生產線上所需要的 好下來 那 所以呢 他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他平常就跟病聯的發電系統是一樣的 他有一個所謂的不斷電的系統 那 那個 另外就是 他的需要電力等等 都要根據他的一個需求來做一些評估了 所以 所以這個 基本上來講 這個混合型 或者是病聯型 或者是這個獨立型來講 那應該都有他應用的空間 比如說一般的住家 你可能不需要平電了 你可以容許等到電送回來 對不對 因為你可能容許到一兩個小時 等等 那有些地方 像醫院 像剛剛所講的生產線 需要二十四小時 需要有這個電力的供應 那這時候你需要採用混合型的 有些地方沒有這個試電的網路進來 他只能獨立自己發電 自己使用 所以大概是這三種類型 大概這個是有這樣的一個 比如說建築物裡面有這樣的 搞不好有一些 一些設計或製造的一些生產線等等 類似這種情形 好 所以 我們